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的新桑海神州的 有我拍档杰斯 杰斯 你好 你好 桑普 又一个星期了 又一个星期了 是的 我去到Kellgrit 是的 卡卡里很多人都知道是很开心 到处见一下香港人 很触碰的 我又哭了几次 你知道我又咬很眼淺 但是哭得来是相当之开心 我想出来最重要都是想见一下不同地方的香港人 希望陆陆陆陆陆陆 迟些可能会去到台湾 去到英国各个城市 因为我在英国都有很多很多的认识的香港人 大家都在等着等着相聚 所以我想希望以后很快可以见到大家 我也很希望以后又会见到你 是的 其实我除了这件事之外 这段时间我经常都是看台湾电视台 随时看一多 很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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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节再说 下一节再说 在这个议识频道 我们会讲一个最精彩的故事 是 最重要的就是台湾解释了很多东西 当然讲台湾的东西 那些香港人说 喂 跟我什么关系 说这件事我都挺有关系的 因为为什么呢 賴清德呢 就是台湾总统賴清德 那他就基本上呢 最近就讲了一番说话 那他接受年代这个电视的 叫做《雅琴看世界》 張雅琴看 《雅琴看》 是的 《雅琴》 那他访问的时候呢 他就起码说了几件事的 第一就是说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但这一点是以前很少表述的 李登辉时代的中华民国在台湾 陈水边时代就是中华民国是台湾 蔡英文时代就是中华民国是台湾 而去到他的年代呢 就是台湾 放在第一个位置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没有台湾 哪里有中华民国 这个就是他520早期演说的 甚至就是说 就是说 台湾基本上是优先下 这件事呢 是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第二件事呢 就是说 他说过一句说话的 其实中国要去想侵略 吞併 台湾的野心不变 而这个吞併野心呢 和领土完整 四个字完全没有关 他说如果中国 确实是关心自己的领土完整 他应该要追回呢 清朝在爱云条约1858年的时候 割让了给俄罗斯的大片土地 而不是呢 去追究台湾 换言之 他不去追 真正他对台湾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呢 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去成就他的霸权 去成为世界的霸主 逐步突破第一岛链 控制日本 韩国菲律宾西太平洋的区域 能够和美国叫板 甚至无挑战美国 这一点才是真正的目的 后面这个是我引申的 但是前面的东西他说的 换言之 看得到 賴清德呢 是很清晰的这个框架这样做 哇 一个在爱云条约呢 我就觉得很有趣了 厉害的 简直是厉害的 但是我还在等着 我还在等着你中共回应 各样你都很快回应 国台版还没回答我们 在我们做字幕之前 是啊 这个回应呢 但是国台版没回答 但是俄罗斯有回答 国台版外交部没回答的 俄罗斯有回答 回答是怎样回答呢? 国家外交部在9月3日 就是这样回应的 坚持一中原则 台湾当局不宜代表北京去发言的 这个是他发言的沙卡罗说 他就说了 2001年7月 俄中已经签署了木轮友好合作协议 互相放弃了对对方的领土的任何主张 去到04年10月 批准俄中边界东段补充协议 最后的解释 最终的抗议这天 俄中边界东段补充协议 那大家知道 程翔都因为这样 要被人拘捕一千人 这个就是他挑战这个地方 他说呢 江泽民送地方给这个普京 这个04年10月签订的补充协议 他说赖清德不如这么专注处理台湾的经济问题 以建设性的态度去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统一的主张 他说希望台北盯着别人东西看的时候 别高估自己的能耐 他说这帮人受美国的煽动 主张分裂主义 这个的赖清德是可以致意在那里吠 因为在俄文里拉 和狗吠的拉是同音的 他说主张分裂主义的赖清德 可以尽情的吠叫 这种复仇主义的政客群出现 他说吞誓的 这种吞誓了很多政策的这种意见 是应该全部被消灭 他说这件事对于赖清德本人 和台湾人来说没有好处的 说整段事情好像新华社官方的稿 塞给他读一样 当然这个他的回应就是基本上是讲得很清楚 那不会这样做 我告诉大家知道我查一查局 接着给阿杰斯再查一查局给大家看 这个整个的说法 很有意思的 一 其实煽动小粉行 就是那帮里面那些民族主义的人士 真心的民族主义的人士 不是那些共产党的走狗 就是叮一声 跟共产党叫板 叮一声 原来有一个叫做爱云条约的 为什么爱云条约黑龙江以北 外兴安岭二流 乌苏里江以西 里江以东 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哇这个地方厉害了 一坟就是基本上完全割让的 一坟就是靠海那坟 就是1860年中俄北京再割一次 嗯 其实大概总面积有接近100万平方 很大的 60万 差40万 100万平方公里土地 是 其实还没有说少了 那蒙古怎么计算呢 是 是 50万平方公里土地 是 还有唐鲁乌鲁海 17万平方公里土地 这个叫做陶瓦 就是那个地方叫做陶瓦共和国 现在进入俄罗斯的其中一个共和国 好了 还有伊犁条约在西边的 那怎么办呢 还记得1980年中英谈判的时候 金庸、茶亮庸 这个其实是共产党这些人 茶亮庸 他问中国外交部 中国为什么不去收回 17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外东北 外西北 而偏偏要收回这个弹圆之地的香港呢 接着呢 邓小平找了一堆大堆历史的那些 专家顾问团 个个都回答不了茶亮庸这个问题 去到1981年 邓小平亲自接见茶亮庸 我也是你的毒者 那之后呢 不用收回失地 是收回那些提出要收回失地的人 那就搞定了 那茶亮庸从此就不说了 这件事就是很经典的一件事 这件事的话 那你看到一点 接着你看到2005年8月5日 程翔被判监5年 当时是间谍罪 说他涉物给台湾的一些组织 其实这些完全是欲家之罪何患无辞的一样 因为他追查2004年的俄中边界东段补充协议 是一割再割 原先不是你的地方 江东六十四团 海南炮 一个二个就割给俄罗斯 那这个情况 为什么会捉他呢 因为程翔想去广州 愚蠢蠢去乘搭飞机去广州白云机场 OK 想去拿赵紫阳的访谈录 那去到白云机场的时候 立刻被人拘捕了 拘捕了之后 一运 他又不像黎智英 黎智英要拖三年半都未判刑 他又不是了 2005年8月5日开了之后 那一年年底 已经开始受审 受审 接着他坐牢的时间 是2008年2月4日 当时很多 当时商台有什么声音 黄丝蛋李慧宁 还记得 当时做很多事情 当时龙文伟又帮他出声 又有徐斯文 还有李鹏飞 都帮他出声 跨党派呼吁他做 当时煲胎针 煲胎针 就是做这个特首 当时就是为程翔 奔走呼告 当然了 最后程翔回来 都是收拾身材了 找过北京 找过广州 为什么 因为他抗议这个俄中边界 东段保重协议 因为他说这个地方卖国 因为1949年的时候 中国讲得很清楚的 声明宣布 不承认前政府签订了一切不平等条约 而认定爱云条约是个不平等条约 你不承认它 那为什么你要画戒 将完全送给俄罗斯呢 越送越多 最重要的是不得了 那这件事的话就是 你说他送给人 抓你 他要说要 他要一个 他所谓 收回一个 他觉得有价值的地方 换言之 什么叫有价值 共产人觉得 这件事去挑战到世界秩序 扩展到他霸权就有价值 什么叫没有价值 想和俄罗斯Friend 买他 就是买他的石油 和他亲善结成同盟 不理了 蒙古国坐视不理 1911年独立到现在 不理了 为什么 这个是他Friend的东西 可以做生意 和他不去地缘政治 要碰撞的利益 所以就怎么样了 所以第一件事 小粉红被人 慢慢的炸醒了 很猛烈的炸醒了 你今时今日 你对台湾这样 一鼓励你猪头 快点到俄罗斯那里 派志愿军 好像韩智那样 修复 很多小粉红 我想很多小粉红 我连知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是啊 我想第二件事就是 在这个地缘政治上 挑动中俄冲突 就是希望挑 我觉得这个成功的机会不高的 你可以挑动的 俄罗斯已经刚刚 外加部打了底回应 换言之就是说 俄罗斯根本上不理你 是不是 你都没有资格说 要说就中国说 中国都不说 就反过来插分到第一件事 就是小粉红 民间要小粉红 对付这个共产党 OK 那中俄关系要挑动 中国打俄罗斯 那希望呢 美国说 你要打OK 就是美国 英国的话 那你要打的话 我支持你 俄罗斯打乌克兰的 我们支持乌克兰 你中国 要修复自己的失地 好像乌克兰那样 修复克里米亚 乌东 我支持你 你要多少军队的 我帮你打 你肯打就行了 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这样做的嘛 应该要煽动各国 去支持中国 收回它的地方下 第三件事呢 我会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 现在美日总统大选之前的政治真空期 是想用这件事 採取主动去测试各国底线 美日大选之前 这个政治真空期会有多长呢 颇长了 11月5日才是美国大选 有传是11月 10月尾或西月初 应该是11月初 就是日本会有这个国会的大选的 因为呢 去到10月的时候呢 新的内阁会出路 今天听闻会解散国会 重新选举 那如果解散国会 重新选举呢 就是两个很重要的国家 一个是美国 日本 就会呢 在年底会大选 而美国你知道大选 不会当日全开票的嘛 你知道那些垃圾的 怎样的系统呢 所以1月20日才是真的就职 那如果川普也好 Harris也好 当选 那对于整个美中关系呢 也有非常大的变化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賴清德第一想set agenda set agenda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呢 想利用这件事 测试各国的这种 对于政治真空期的态度 那避免呢 中国突围的机会 甚至没有创造更多的灰色地带冲突 这个就是他的算法 而第四样东西就是说 如果真是要务实台独工作者 做这一样叫做呢 法理台独的目标 这个是第一步 那有些朋友 我想是一些英系的朋友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 都和一个英系朋友聊天 那这些英系朋友 就是蔡英文系统的朋友 他们就普遍呢 不认同賴清德这种做法的 他们认为呢 賴清德这种做法呢 是和蔡英文的律师是有重大的不同 甚至没有怀疑这种东西呢 未必达到 就是这种叫做 潑纳的方式呢 未必能够有助于和平 我跟他说 其实我认为 賴清德的做法是不错的 你起码在这个路径上面呢 进两步 或者进三步 那在过程中 测试里面可能退一步 然后再进两步 三步 再退一步 你用这些事 不断将 台湾就是要维会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国家 讲清楚说明白 而铺垫未来的道路呢 走向最终极的法理台 我想这件事情的话 和蔡英文的路线是不同的 因为蔡英文没有这样的想法的 蔡英文的想法就是 美国叫我做什么 我跟他做什么 蔡英文的想法就是 我不等美国叫我做什么 我自己打住牌 试 试得多少 得多少 有时候要回水一些东西 然后再试 回潮一些东西 然后再试 那这些东西就是蔡英文的手法 还有还有一个东西 第五个东西很少人讲到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看法的话 台湾里面的中华民国派 就是经常说中华民国有主权和治权 主权就像蒙古、新疆、西藏、香港、澳門 广州、深圳、北京、上海、澳門 可以收納到他们的 是的 跟着你治权和台澎金 是的 那这东西的话 就是讲你知道 你其实这幫人都是空想幻想的状态 你不是就是要反攻大陆 就好像兩掌時代我要打到底 冒枉再舉反攻大陸 你不是 你繼續說那些 哎呀 像富昆奇 馬英九 韓國瑜 這邊收錢一邊是中華民國 各位 這些已經去到很垃圾的地步 歷史的垃圾時間 今時今日你要主張這件事的話 很難去突破 我今天 賴清德今天說 你中國不收回那個地方 你說不收回 連主權都不主張 其實是你的地方固有領土 有些朋友留言說 我們要區分固有領土和領土 固有領土不需要收回的 領土才需要收回 各位 我覺得這個說法完全是文字 至少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理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收不收回領土 是無道理的 我說的 是啊 所以突然之後我覺得這樣寫的 我看完這個之後就覺得 嘩 就是可以有幾個這樣的方式 他的訪問呢 其實呢 其實呢 這裡說兩件事 我想這幾天國際媒體說的 他的一百天訪問裡面 最多人談論的就是 因為他了不起 我小時候不是叫愛媛條約的 因為我可能叫慣了 因為我的中文字不好 我從來都叫愛媛條約的 所以如果我讀錯字 你讓我繼續讀錯 因為我就不太習慣了 那他提了愛媛條約 又提了 就是 然後第一次提了這個叫做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我認同你說的一樣東西的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有聰明之處的 賴清德 先說那個台灣就是中華民國先 這個是比以往的勁抽很多 所以你剛才提 你剛才提 你剛才提 蔡英文和賴清德的分別 That's why 為什麼共產黨寧願 如果蔡英文做 沒什麼問題 OK 但是賴清德做 中華民國 這個這個中共呢 是很 很 很 那個反應是很強烈的 因為的而且確他是會主動很多去 去繼續向著一條台灣獨立的路去走的 這個我想毫無疑問的 但是我想他有個聰明之處就是什麼呢 他給我的感覺就是 好像借學上市一樣 就是現在是說 他現在很清晰說的就是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主體 主體是台灣 OK 然後這個是這個是那個 這個至少這個語氣是重很多 告訴他 他繼續去鞏固他 他就任的時候 說那個叫做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互不隸屬的 這個這個就是剛才阿桑寶說的 就是法理台獨那個呢 他 我想如果你問賴清德今天就是 簡單說 他不會告訴你 如果你問他台灣獨立 他可能會知不耳對 台灣根本不需要獨立 OK 但是他會說 他會很強調一件事就是 中華民國 OK 以前的在台灣 現在他會再強化他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OK 他要那個正統的傳承 OK 因為中華民國是重要的 對民進黨今天來說 以前是中華民國都不承認中華民國 不是這個民進黨都不承認中華民國 但是今天對執政的民進黨是重要的 所以他提出了這個叫做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至於愛輝條約 我覺得他不是隨口說 當複濕 突然說出來的 他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就是 要你中共回應 他說得很白 你經常說收回領土 是要領土完整 那為什麼你又不收中華那邊的領土呢 這樣 這個第一樣 就是設個視錄架 給中共 等你回 現在他都不回 那你就落 第二樣東西 其實他就是延續回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你只是說愛輝條約 一百五百年 和中俄北京條約 一百六零年 兩條條約 就收了黑龍江以北 烏蘇里江以東 一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OK 這兩張條約 今天 你要看到 去哪裡呢 去阿桑寶的地方 OK 在台北 大哥 在台北故宮博文院 是在一九四百年 徐胖會戰的時候 國民黨知道勢息不對 然後就搬些東西過去 賴清單是告訴你 就是什麼呢 你要說清朝的不平等條約 你中共是沒有資格說的 香港人 所以說為什麼經常說台灣新聞 香港人要聽呢 就是香港人從來沒有想過 你有什麼資格去代表我們 去跟英國佬去收回香港呢 台灣今天就告訴你 阿賴清德就告訴你 你有什麼資格說收回這裡 收回那裡 你連那兩張條約都沒有 OK 都不 然後就留給你了 你現在乃娥 這部分就留給你自己去解話了 但是他提醒中共 這兩張條約都不在你那裡 要談都跟我中華民國談 我中華民國 賴清德會跟你說 因為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民進黨執政就是中華民國 你要談就跟我談 OK 這個是他想得很清楚的 還有你說他跟阿鷹支持阿鷹派 那些當然不支持他 因為鷹派就繼續維持現狀 賴清德真的不是維持現狀 起碼目前讓我們看到的賴清德 是主動出擊的 是繼續向著一條獨立之路走 有什麼機會 獨立就是獨立 為什麼不可以獨立 OK 不要說到十惡不赦 共產黨有本事你就收回它 所以還有 講多一點點歷史 愛輝條約 你共產黨的正式是 就是你自己口中那些 走狗賣國賊就是你這些 喂大哥 不要只是賴清朝 不要軟數到1858年 1991年江澤民開始 簽這個中蘇國界東段協定開始 每個中國領導人都在那裡續約的 江澤民到胡溫 然後到2022年 你一集的年代 人家慶祝 2022年俄羅斯慶祝 愛輝條約 一百六十四周年 唱了歌跳了舞 大哥 你有沒有格過一句 賣國賊 你就真的賣國賊 大哥 那這些事情要提 今天海參威三個字 你都不敢提 海參威這個城市都沒有了 這個城市叫做 富拉迪 沃斯托黑城市 大哥 是俄羅斯城市 賣國賊 你這些是賣國賊 所以我等你中共回 不要經常選擇性回答 大哥 除非你走出來說一句 你說 你跟世界說 我收完台灣 我就會收回這個 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領導 你說這句我都收貨 你說不說 你肯定說 提你也不敢提 所以我覺得 賴清德是好東西的 小粉紅的唯一訪問方式就是 我先理會 先收回台灣 我們偉大的黨 就會跟俄羅斯說 海參威 愛媛婦 你小粉紅說 有什麼代表性 你當然要 你當然要擋我 外交保備說 我建議這樣的 如果賴清德玩大他 就找一個人做一場戲 演員就可以了 就拿一部公報物園 我拿回這個 一個愛媛條約 中俄北京條約出來 正本 接著摸著他 他們就哭 然後哭完之後 很生氣 二分乾淨 接著前面有一支 中共的這個五星紅旗 就燒他的旗 接著只把一東西 射到習近平那裡 整個擺回去 Put the shit back on China's face 給那些Chinese people 中國人評下你 對不對 我們喪權辱國的條約 是不是 是可忍 熟不可忍 拿回來 最實際 對不對 所以 要用這些方式 擴大這個地方 不要一次挑動 小芬紅 官民之間的衝突 現在他們 這個時候不拿 等什麼時候 賴清德說一句 現在就是俄羅斯 最弱的時候 你不拿 你不拿 留回 拉清德拿 是啊 小粉紅當然要打這個習近平 五分之一的公務員沒有糧出 電動車又爆炸 然後很多網革員沒有新水出 喂 年輕人一畢業就失業的失業者大堆 青年養老院 躺平 內卷 45度人收 喂 你自己想一想 這個時間是否最好出動的時候 我會認為做大它 一不做二不休 不要 醫院抹下去 一直插下去 看它的反應 我們要鼓動 記住 其實你挑動中俄衝突很難的 你說一句話 Lip Service 它又會打仗 共產黨當然不會那麼蠢 但是 那些人 真的覺得 嘩 要義憤田應 對抗共產黨 要它反誓 民族主義的反誓 就是單人見 劉曉波說的 就是這樣玩他 喂 玩人呢 不需要這個方式 就是說我們 你壞 你是鬼 你是狗 你是垃圾 你是賤格 你是屎黑 不需要說這些東西的 你會說 哇 你真是厲害 你非常好 你看看 這個黨對你不住 我幫你 那些人就會覺得 如有神所一樣 你要這樣對那些人說話 那不就怎麼搞 所以我就說了 去到今時今日 賴清德做的那些事情 我個人會覺得是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真的挺有意思的 是啊 我們內部的人 包括我在內 意思在內 這麼多年的節目都講過這件事情 但是出此總統的口 是第一次 總統能夠說出這樣的說話是第一次的 還有其實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好 就是 其實是 你看到今次他的訪問 這個部分 就是這個部分的回應 是引起很多的國際媒體的報導 很多都有 BBC DW 他們那些全部都有報導 我覺得不應該只是玩一波半波 其實長遠有什麼可以做呢 其實長遠就是 其實多些給國際去思考一下 台灣是不是真的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一部分 我們在節目就講很多 但是我們人微言輕 其實應該有 就是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好的 就是講回台灣的歷史怎麼走來 讓世界去知道 譬如他們和日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關係是怎樣 中國什麼時候才開始 是不是差不多去到康熙的年代 或者鄭成功究竟為什麼在台灣 為什麼會在台灣 為什麼鄭成功廟這麼多幾百間在台灣 喂 大家有沒有搞清楚 鄭成功去台灣是著草的 著草的時候才去台灣 是因為至少台灣那時候 不是中國的領土一部分 就是很多這些事情可以講 還有我覺得這個世界其實 譬如最近有兩件事 其實我覺得都搞到中國很懦的 譬如有個英國佬走去中國領事館 在英國走去中國領事館 申請入台證 跟著申請不到 跟著那個中國領事館還說 台灣不是中國的 那樣的 就是這些事情我覺得很值得玩 還有一些比較嚴肅 澳洲議會就通過了 就是說他們會承認2758 這個聯合國2758的條約 不是有說到台灣屬於中國 現在連澳洲都是這樣說 我覺得是要多些做這些事情 去抵抗它那些歪理的輸出 這個是很重要 這個其實賴清德應該帶頭去做 主動一點 賴清德應該說 如果中華民國派 我不是了 如果中華民國派的話 應該要講清楚 是你中國共產黨分裂了中國 當時是國共內戰 是的 你拿了這麼多地方 中華民國依然存在 接著之後 你中華人民國分裂了國家 應該對斯芳說 真正分裂中國的最灰禍首 就是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中華民國派的看法 我自己當然不是這樣看 如果你這樣看法 就墮入了反分裂法講的 內政殘留問題 內政遺留問題 就很難得到外國的支持 那你說台派的方面 就是比較台灣派的方面 怎麼看這件事呢? 那就是說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台灣、澎湖、金門、馬祖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國界邊境 你離開這個地方 你要拿護照去的 大哥 面對一下現實 不要經常幻想自己的中華民國憲法 抽開堂的業 之後去到不同的地方 都是自己有主權的地方 這全部是你的夢業 而事實上你真的做到的事情 就是說 你事實管轄的領域就是你的國土 你主張你要管那麼多的地方 你又不會反攻大陸 說那麼多話也廢話 沒有放棄過的 請問現在國民黨哪一個在做的? 統促黨有沒有在做的? 他想被人捧 他想接受共產黨的招安 所以我就說到今時今日 台灣要守護的 是真的一定要堅持台灣的主權 我以前呢 我一直都有一個主張 就是給這個國民黨的 特別在馬英九年代 我就經常都有一個主張給國民黨 我說你 其實你國民黨都可以主動出擊的 你說好啊 OK 統一 但是統一的前提 就是要結束一黨專政 你要重開個選舉 當然我不是這麼白癡到 你一選 你說真的開放個選舉 共產黨一定都會繼續贏 但是起碼你拿了一樣東西 就是要他先選 那你最多 你國民黨都威威的 可能連民進黨都打了 因為你選的時候 可能就是兩黨的政治來的 你如果說你共產黨是答應的 那我們就談統一 這個就是我那時候 就是當然不現實 就是你怎麼可以叫得動共產黨 但是起碼設一個事錄假給他嘛 是不是呢 那你答應還是不答應 我就是這樣覺得 就是中國不民主 統一不可能 中國民主要 統一不必要 喂 中國如果就是民主要 就是這樣說 我覺得台灣為什麼要參與這個民主選舉 我們現在好好的 每四年選一次總統立法院 喂 我們很開心 喂 大佬 喂 老友記 我沒想到這裏 就是我其實就是 你設定個agenda出來 你讓他去回答先嘛 就是當年馬英九個年代 你不是無條件這樣 就是去追上去 還有你經常說九二共識那些東西 你沒有解決一個問題嗎 到今天你國民黨都回答不了 那統一 或者台灣回歸 任你怎麼說 那接著國民黨去哪 喂 大佬 你是統一在他之下 喂 你不面對這個現實 你都不去回答這個問題 那怎麼樣 就是全部今天那些國民黨黨員 要麼就去坐牢 要麼就去乃共 是只有兩樣東西 你選擇而已 那你情何以堪 你國民黨都沒有解決這件事 你至少起碼就是告訴你 你說什麼九二共識呢 我現在說另一個共識 是不是呢 你結束一黨專政 全部人可以一人一 全中國人可以一人一票選舉 OK 那如果你制的 我們開始談統一 就是這樣而已 我沒有談到老友記 桑寶你說得那麼遠 當然啦 如果有民主洗鬼統一 我認同啊 大佬 是啊 我明白的 就是我只是說 到今天呢 有這麼多的紛擾 有這麼多的想法 喂 國民黨已經去哪裏了 他們將所有 比如我這種想法的人 就是其實我這種想法 不等於我 什麼東西都無條件支持民進黨 民進黨有很多個問題 因為它是左傾的一些問題 OK 但是問題就是說 它將我這種想法的人 還有我知道很多在台港 都擁有我的想法的人 視為共產黨的走狗 陸共的走狗 陸共就是民進黨 視為這些 支持這些台獨的人 就等於共產黨 其實這些所謂的 兩長時代的一些想法 是荒謬的嘛 因為很簡單 我們現在根本上不是支持共產黨 是要保護台灣 而這幫國民黨 就算你會支持反攻大陸 我都覺得邏輯上你講得很痛 但是你連反攻大陸 這四個字都不講的時候 你邏輯上是破產的嘛 是啊是啊 如果你要反攻大陸 你只是說一字又不去做的話 就說你言行不一字 它怎麼都玩完的 所以我們就說到今時今日 還跟國民黨 你思想是很有問題 今天你思想的問題很嚴重 所以國民黨到今天就是很九不八八 就是經常找不到一個落腳點 就是你說國民黨是不是一個台灣人的黨 很多台灣人都不認同 如果認同就不會有民進黨 甚至有白色力量的民眾黨 但是你說 你在說中華民國的理念 今天保護中華民國最堅定的那個 竟然是綠色的民進黨的賴清德 大哥 今天說到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最繼承到孫中山可能是賴清德 OK 那你國民黨做什麼呢 是不是 你國民黨做的事情就是 我以前都說過這個故事 是一些國民黨的老臣子教我的 他告訴我其實信什麼三民主義 什麼思想不重要 國民黨大部分人其實都是追隨著一個君主而已 OK 當年他們視這個蔣介石是一個軍王 一個正統 他們就追隨他 好了 輸了 好像劉邦 好像項羽劉邦 那原來我跟錯有 那個原來是項羽來的 所以國民黨是覺得 有些人是覺得沒有問題的 他會覺得今天的皇帝就是習近平 今天就是共產黨抓狀 他們的頭向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那個才是劉邦 這個就是他們的看法 那這些看法是不是落後啊 大哥 是不是迂腐啊 所以你國民黨進步不了就是這個意思 是啊 完全同意 就是今天他們就是帝王思想千奇八怪 到今天你講也是這樣 就是用黑幫青幫的行規就跟大佬 你大哥不記得遇到胡宣散 你做年輕的你要吃飯的 都跟過那個新大哥 那麼跟新大哥這個字頭的名字 不變的中國 於是乎覺得 我都是新的 我都是和貴的 於是乎你就跟回那個大哥 你都是什麼啊 總之你打這個字頭的就是大哥 好 就是有奶便是糧 總之你OK的就是 有奶給我吃的 有錢給我賺的 齊齊happy 這個就是今時今日這幫人 非常專制獨裁和腐敗的想法 到今天都不變的 那麼當然啦 中國除了賴清德這件事之外 可以講講另一件新聞 就是習近平 豬頭罪人說什麼呢? 就是他是 嗯 開學的嘛 應該要講幾句有水平的事 多有水平 沒錯啦 9月1號17期的舊事雜誌 就引述了2018年9月10號 在中國全國教育大會說的 就是說 我們的教育 絕不能培養社會主義破壞者 和挖募人的 也都絕不能培養一些 那些長著中國念 不是中國心 沒有中國情 缺少中國味的中國人 這個將會是教育的失敗 傑斯啊 你問一下你的身體有沒有中國味 沒有 不是我以前有的 我還是說一句 我就 就算阿習在這裡 我也會跟阿習說聲的了 我呢 今天呢 就是一個很努力地去擺脫一個中國念 再拋低一個中國心 沒有中國情 除了那一滲中國味的一個香港人 OK 是的 我就反方向的 OK 清清楚楚交代了先 哎 大哥 總之今天就是很努力 很努力希望自己去不要再做一個中國人 因為其實我不是歧視中國人 你喜歡說歧視也好不就好 歧視也行 什麼都行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資格做中國人 這個是最重要的 是的 你看看這些維吾爾人 他不是掌造中國念嗎 整個鬼佬那樣的 什麼熱比亞 你橫看怎麼看都不是中國人 你看看達賴喇嘛 怎麼看都是西藏人 怎麼看都不像中國人 哎不是 中國人 你掌造中國念 不得了 那蒙古人算不算掌造中國念 是 那為什麼你不修復北蒙古呢 修復蒙古國呢 你說朝鮮族 五十六族 都是掌造中國念 你說是嗎 那你不修復整個 北韓南韓都拿了它 那我就問一下 新援結衣有沒有掌造中國念 那你說給大家知道 他是不是掌造中國念 對不對 有的話 他沒有中國心 什麼叫掌造中國念 這個極度法西斯的想法 什麼叫掌著中國念 就是你說血緣 你說上茅 你說膚色 你說頭髮 這些是亞利安人優越的東西 不是希特拉 沒想說 希特拉 這就是正牌希特拉 用種族血緣 來做國家的區分 然後你還說什麼 不是中國心 有中國情 缺少中國味 什麼是心 什麼是情 什麼是味 你說 不是你說 習近平 我不是問桑普 是不是你說 那個中國心 中國情 或者中國味 是不是你說 OK 如果是你 那現在李渣莊 你說 那中國心 中國情 中國味 是什麼 就是愛黨 擁護習近平 擁護習近平和愛黨 就是今天所說的 中國心 中國情 中國味 真的 OK 情腸 是沒有中國心 中國情 中國味 是的 所以我們沒有知覺 是的 哪些是中國心 中國情 中國味 蔡奇有了 次都見紅 這個要打擊低端人口 有 OK 那哪些是陳剛呢 先是有 之後變得沒有 因為他跟那些什麼央視 那些什麼小花搞在一起 沒有中國商 去美國生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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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面碟 說不行就不行 說真的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說的 你相信他 你一般人都不會相信 於是就要說 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 這個呢 就要培養一代之一代 擁護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接班人 立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奮鬥 要做終身的有用人才 總之你不笨蛋 就是沒有用的蠢材 現在你要做有用人才 他說這個是大是大非問題 沒有什麼可隱悔 可傷確 可含糊的 換言之沒有得談 怪不得現在中學 現在香港中學有一個公經社科 我就是 是啊 全部講習慎平思想 小學生 完全常識科一策二 一個叫人民科 一個叫科學科 人民科要讀什麼呢 中國憲法 香港基本法 國安教育 國民教育 全部都要講中印邊境戰爭 中越邊境戰爭 他要讀這些東西 小學生 小學計 只要纏紅領巾 看國旗 唱歌 接著曠美雲 一起唱那首 什麼我們的家 這個就是他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今天香港就是用這些方法 塗毒 洗腦 洗版 人口洗版 接著用教育洗腦 把這幫這樣的香港人 就是我們全部 新生學子 完全改造 傑斯 你覺得他們會不會成功 這個就要 這個要很認真 很嚴肅去講 總之習近平講的那些 講的那些 就全部就可以是笑話來的 但是你不要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香港人 如果有小孩子 你就真的要認真去看待 我早幾天已經 經常跟我身邊的香港人講 就是 不跟這則新聞都未必有直接關係 我說9月1日開學了 你知不知道今年要讀習近平思想 我真的很serious地提醒他們 這個就交給他們去決定 因為你看到求是那篇 其實有一段事情都很恐怖的 他是有策略去做的 首先他有四樣東西 他說新學期開始是會做 第一 著力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 第二樣東西更恐怖 他說大中小學各學段已經全面使用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生讀本 OK 以前你看這些呢 就好像不關自己的事 但是現在你看到蔡若蓮那個部署呢 他之前已經講過了 新的一個學期那些紅色元素要更加多 OK 在香港的學習 OK 就是我舉個例子 數學課你都要講這些東西 問你2加2等多少 答案不是4 不是 阿Sir 阿MISS 你說幾多就幾多 那這個就是魔毒 就是你要學這些東西 所以 習近平說4 或者是習近平說幾多就幾多 這樣 那麼第三樣就是統一開設道德與法治 思想政治課 那跟著第四樣就是加強施政工作隊伍建設強強的馬克思主義學員 OK 這些在大陸會做 香港起碼都做七成 不是開玩笑 那你問蔡若蓮 喂大哥他沒有所謂他沒有包袱 因為他的兒子跳樓了 那他就搞其他的兒子了 是啊 真的 所以我覺得 真的很serious 都是那句 有兒子真的要想想想 想盡辦法 可不可以有沒有辦法 避免他不要再在香港受教育而成長呢 那我有些朋友 我有些朋友都會這樣 喂我整家都走不了了 扔走個兒子去 對啊 他們都有在做 那我當然知道離開是很困難的 但是你看看怎麼搞你香港的教育 全亞洲我想真的沒有什麼國家是比香港差 還有香港的教育只會 只會focus在洗腦那裡 其他東西完全是已經不重要的了 所以這個是很serious 所以這個是很serious 聖波克 聖波羅蘭女學校 是 沒有意思 Top tier 喂全都沒整個要唱國歌 要就寫過來唱國歌 是啊 越劲那些名校越嚴重 拔萃 聖破Cowell 這些 越劲那些 喇沙可能都會 喇沙可能未必那麽勁著 但都避不了 名校沒意思的 現在你說的什麼喇沙聖遭聖破 沒意思的 今天 今天是否先主教都不理你 現在 香港第一中學 香港第二中學 香港人民第一中學一樣 沒分別的 什麼北京四中那些 一模一樣 基本上你在外國眼中 你就是那些紅色教育出來的人 你不敢想 你可以的 繼續你自稱者自稱 我是會堅迫清認 我是不會受影響的 但你到大學或者高中申請外國學校的時候 外國會怎麽看你呢? 你是一幫紅色狼奶養大的香港人 就是這樣 又怎麽會說呢? 那我怎麽要收你呢? 我寧願收過台灣學生 都沒有收過香港學生 那你說要錢嘛 說真的 你有多少錢呢? 還有你到那個地方 現在全世界已經不是和中國親善 而且越來越有距離 你站在紅色板塊的一邊的話 會更加危險 沒問題 我認識了很多的爸爸媽媽 她自己一個人帶著一個子女出去讀書的 也有 也有些人送出去給外面的親戚 take care 或者入boarding school 給她讀書的也有 很多的 現在這樣的情況下會越來越多 就是這幫人的話 根本上不是求移民 是求學 是進不了五十萬人的統計裡面的 而且越來越多這樣的人會走的 所以我說離開才是應該要對小孩負責的一件事了 過往我這一年半在加拿大 除了在溫哥華 我去過多倫多 去過Kalegory 我見過很多新來的香港人的小孩子 就是我剛剛在我網聚那裡 見到兩位我的小師弟 感動到 一位就讀到姓周的中一二 另一位就讀到姓周的六年班 他們都是來見一下我這位師兄 我想說的就是 我過往這一年半 在加拿大不同的地方 見過離散香港人的小孩子 從最小到七到八歲開始 一直到十多歲 我幾乎每次見到這些小孩子 我都會問他一件事 就是 你還想不想回香港讀書? 很可愛 他們那些七歲八歲的都會告訴我 不用說 他是這樣的 他就看著師叔 然後就在那裡 這樣 不要搞我 因為我在這裡很開心 沒有壓力 不用學這些垃圾的東西 還有就是大人開始會明白 就是 我不是要 我究竟想要我小孩子翌日 是要讀書 唯一賺很多錢 如果你仍然堅持 我小孩子要賺很多錢 你留下他在香港 可能都沒有問題 OK 他可能就學了一大堆說謊 總之整個價值觀跟整個世界不同 他會回到大陸 可能到那個小孩子大的時候 大陸他都還可以找到兩嘴的 OK 我不敢跟你爭 但是你要問回就是 你是不是真的生個小孩子出來 就是那個所謂的培養就是 賺錢是你唯一的目的 OK 他賺錢的代價 你有沒有想過呢? 他沒有了那個靈魂 他做人沒有了尊嚴 他本口都是謊言 他陪伴一些人在那裡說謊 大佬 虛偽 很多這些事情 你想不想你的小孩子會是這樣呢? 所以其實大家要想一下 今天面對著這些這樣的 這些這樣的教育就會令到 就是就會是 有... 所以我想說 為什麼習近平會這麼重視這些事情呢? 大佬 從小到大來開始跟你洗腦 經過2019年那一波 共產黨更加明白 我們那幫二十多三十歲 還有我們現在這幫四十多五十歲 還有那些六十多七十歲 全部都沒有希望的 在共產黨眼中 所以唯一有希望的就是那些 零至 由零歲開始那些 那他就由那些開始做工作 所以這個就是含生如虎 你又帶大你的小孩子 那你真的要想清楚你究竟要給什麼教育給他 就是不想受愛國教育 要受愛國教育 而不是受愛國教育 要受愛國教育 就是不要受習近平思想洗得起 受自由的思想 這個牽證共和思想去分圖是重要的 另外還有一則小新聞 就是胡錫進是胡叼盤 他就正式被禁言三個月 他被禁言 因為他在七月評論了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決定 他說沒有公有制為主體的表述 公有制為主體 這個通常是憲法社的 他就沒有這個表述 展現到非公有制和公有制的經濟 實現了真正的平等 是三中全會一大的成果 我一說出來 不得了 那習近平當然是不喜歡 中宣部網信辦當然是不喜歡 不喜歡就說 禁言三個月 以警校友 這叫做 自家友 就是山西河南自家友 他說三個月正好有助於我提高 提到一個成熟的胡錫進 各位 如果這樣說的話 很有趣 這個自由世界 如果網紅被人這樣禁言 你一定會說 你怎麼搞的 禁言 比如說有一天 YouTube 鎖我們這個節目 有一天 Facebook 鎖我的帳戶 就是傑斯沒有Facebook 鎖我的帳戶 我一定不會說搞錯 離譜了 亂七八糟 我已經罵過過了 如果這樣說的話 這個自由世界應有的態度 你不是 你說你對 禁得對 你不讓我發是對的 我10月27號才可以發人是對的 你想一下中國是什麼情況 證明這個人根本不是一個自由的人 他只不過是黨國的後事 是一個做錯了事 被人小情大戒的黨國後事 這個大家都知道以前反送中的時候 怎麼做事 你知道胡錫進是什麼人 那就是告訴大家 還有一幫中國那些這樣的 十四億中國人多少個網民 所以說給你聽 桑普 我和你沒有資格做中國人 你真是沒有資格 胡錫進是不是中國人呢? 胡錫進就是一個中國人 中國人 中國人 中國錢 中國貴 貴貴 中國情 中國味 又可以來 所以我就說很多 經常要幻想 夢回自己中國人的自己反省的一件事 我經常都跟大家講一件事 你受了五六十七十年代的時代背景所框限 就是你活在那個時空膠囊裡面 而看所有東西都用這個方式來看的時候 你是不適合現在的看法的 中國是個什麼概念 自己想一想 中國是一個被創造出來的構築物來的 它不是自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的 我們上一代的人 上上上一代的人 基本上覺得自己是 譬如說自己是這個鄉山人 自己是這個新會人 自己是信德人 自己是東莞人 或者那個地方有同鄉的程度 That's it 中國這個地方 但是當你說中土 歷來外族統治的也有 本族就是漢族統治的也有 但是山高皇帝遠於我有何干 你都不會參與到那個國家的政治裡面去的 你只是靠考功名 考這個黨八股 寫這個科舉 考進士舉人 用這個方式來希望求官 意義地橫向 覺得相當開心 那時候的人就在這樣的前現代社會裡面 但是今時今日你知道 國家是一個有國界的概念 不是天下這東西來看的嘛 而中國這東西是不是厲害的 覺得很威風 很棒呢? 你要自己選擇的嘛 今時今日你說中國人 你要和那14億人為伍 這14億人已經不是8、9之前 一度有決勝 很希望能夠奔往自由 就是追求公義的一幫人 現在這個中國已經墮落了 現在進行式的中國就是一個墮落的社會 而那一幫幻想自己中國人是活在過去的 就是他們活在過去的就是那種 天龍八步、射雕英雄傳 那種異人的武俠世界 或者張習近平 或者張習近平幻想成漢武帝 唐太宗那些 是啊 那這些東西的話 那些更加嚴重了 就是漢高中有毛澤東 文京之治就是鄧江湖 接著之後這個漢武帝就是習近平 這些就是異人 那些異人是相當荒謬的 你不異人這一刻 你異人那些長江水、黃河水 又雲南又什麼什麼 西藏也是自己的 什麼都是自己的 用這樣的方式來異人的話 各位 其實那個地方不是你的根 你的根在你的心 在上面 你的根從來都不在一片土地上面 在這個世界裏面 所有的土地 大家都是 就是百驅過驅稍縱即勢 頂多一百位上下這麼多年的生命 而你不可能擁有一片土地 歸屬於一片土地的 你歸屬於他們的信念 你在捍衛的就是你的家園 你的家園最普遍的大阪就是你的國家 就是你在捍衛你的家園 今天你在哪個地方 中國人都有 中國人都有理念的 不過理念不是我跟你拜那套理念而已 那要講完中國人的理念 都很複雜 不過四個字可以講完 一生人都是為了狗扯偷生 都可能是中國人的理念來的 但是絕對不是我和蘇寶的理念 所以我還是再強調一次 多謝多得有這個 胡錫進這些人 其實胡錫進也是其中一個 告訴我 我怎麼做中國人啊 大佬 是不是 胡錫進 很多人就不會在意 但是我們這麼多年做媒體 其實老虎那些東西 當然要去看看 譬如他炒股票炒到焦了 我們都很開心的 大家有時候都會問一下 他就是有中國情、中國心、中國味的中國人 那你做不做到 我就是問自己 當然做不到了 那我都是因為胡錫進才決定 我放棄了 因為我真的沒辦法 我多努力都做不到中國人了 所以胡錫進也有他的功勞的 那絕對是一個小丑來的 垃圾 大佬他那些 如果你說只是從那個叫做 說好中國故事的那個角度 他完全是說不好了 即是失敗的 是不是他叫做小丑來的 他在以前叫做Twitter 現在叫做X的那個世界裡面 你問所有人進去老虎那裡看什麼 就是看他獻醜而已 這個就是荒謬了 所以我想大家要擺脫那種中國夢 就是那種中國夢是很虛妄的 今天你是活在哪個Homeland 我相信除非有些人 他現在活在廣州 我知道我們節目有些廣州人 兩廣人也都翻牆來聽的 我都知道這幫人你要知道 你要捍衛的廣東 你的家庭 而不是一個大中國的夢想 那些人十四億人 一億人還有說廣東話 其他人不是的 和你的思想各方面默縛不一致 為什麼要死都要捍綁在一個所謂的 四不像的一種大一統的帝國裡面呢 而很簡單的一件事 怎麼才能維護到自己的人權 怎麼才能維護到自己的家庭的感覺 我覺得譬如我生活在台灣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北沉的航空母艦很開心 譬如傑斯現在生活在加拿大很開心 那我們在每個地自己的空靈都好 就是要維護到家庭 建設 賺錢 工作 生活 然後去享受自己有用的人生 是重要的 就不像有些人那樣去到外面 還去加拿大 還在搞什麼中國心 中國情 中國夢 或者是中國味 之後就想著 哎呀呀呀 或者看奧運 你看到傳紅蟬 哇 拿金牌 你又說感動到哭 但是你想一下 你就活在加拿大 那你情何以堪呢 這些人 這些人的情況 大家識別一下 Why don't you go back to China 應該問他這樣的問題 因為他連英文都不懂得聽的 是的 所以我就說這些人 他永遠不回答你的 這個問題 為什麼你這麼愛你的中國 為什麼你又不回去呢 你又要留在外面呢 是不是呢 我們不同 我們解釋到的嘛 因為我們真的不愛這個中國嘛 不愛中華 不愛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 所以我們就離開了 我們真的很清晰的解釋給你們聽 有多難呢 一家一等於二家 但是你那一家就很難解釋了 為什麼你要留在這裡 天天還在看中央台 OK 看大陸劇 跟著然後呢 奧運就支持中國隊 你又不支持加拿大隊 加拿大哪個運動員你都沒有搞清楚 那你會不會覺得很難堪呢 那這些東西是很期待 還有我想剛才補充一下 廣州呢 我和我們同代那些人呢 都真的很多都付出過 不可以說真的出來去啊 大家明白 但是起碼很多 很多廣州人都曾經試過 去捍衛自己穴的文化的 那但是 那時候 是啊 穴壁穴 推普什麼穴了 我忘了 那時候 很多這些 但是你看看今天 香港人又有沒有看今天 為什麼叫你看看今天的廣州 你就會明白 未來香港很快來到即將 你看看今天廣州的新生袋 真的不要整天我們告訴你啊 你比我更近 你們經常回深圳 你有空回去廣州啊 你找一個講純正廣東話的小孩 我告訴你 都不是這麼容易啊 現在那些其實他們的爸爸媽媽 都很慘的 他們的心 他們有苦 都 等了下去而已 喂 現在是很多廣州人啊 是純正廣州人 是說不到廣州話 或者我們講的粵語 那你就看一下 共產黨去到哪裡 就會破壞到哪裡 為什麼叫你看一下 因為很快啊 你的子女還繼續留在香港成長的話 他很快都是講了普通話的 他連廣東話都講不到的 OK 就算他講到 他都不會知道什麼叫喝口茶吃過包的 OK 是承接不到下去的 唉 真是所以 那我們 我們一方面我們當然要繼續頂著 但是不是這麼容易頂的 廣州人都頂到一盒眼淚啊 真的 的確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繼續關注這些新聞 我們下一節呢 將會在傑斯頻道裡 就有新桑神州的第二節的 好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傑斯頻道 OK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待會再見 好 OK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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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